大家好,我是Minimal Best Cooking 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用Costco买的Roti 快速方便地做韭菜盒子 那个视频的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 最近,进了一个神器 用它和Roti做韭菜盒子 真是又简单,又快速 韭菜盒子还批薄线大 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 我们先看一下馅料 韭菜一把,鸡蛋四个,粉丝 鲜虾,虾皮,豆腐,木耳 豆腐切小丁 木耳切碎 鲜虾切小丁 锅里放油,把豆腐炒至微黄变香 木耳也要炒一下 鸡蛋炒至内的小块 虾皮炒香 鲜虾炒至微熟 开水泡好的粉丝切碎 这些馅料拌匀放凉 韭菜洗净切碎 加入馅料中 韭菜中加入食用油 拌一下,用油封住切口防止出水 最后加入盐调味 韭菜盒子我只用虾皮和盐调味 只吃韭菜的鲜味 丰富的馅料里 有绿的韭菜 红的鲜虾 黄的鸡蛋 白的豆腐 黑的木耳 营养 美味 健康 好看 现在,我的神器出场了 Amazon买的 购买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 里面有四个尺寸 那个最大的用来做韭菜盒子刚刚好 Costco买的roti 里面有两包 量很大 一次吃不完 可以冷冻保存 把roti面皮放在神器上 稍微压一下 边缘抹上清水 清水一定要抹足 否则盒子口会开 导致漏馅 用冰激凌勺子添馅 既快又可定量 加了两大勺馅料 把馅料整理平整 面皮对折 对齐 稍微按压一下 然后用神器把便压紧 这样一个完美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面皮的边缴料不要浪费 烙韭菜盒子的时候一起烙也很好吃 中小火把锅烧热 放入韭菜盒子 我是干烙 不加油 每面烙至金黄 大约三到四分钟 最后把侧面也烙一下 这样鲜美的韭菜盒子就可以出锅了 绝对的皮薄线大 味道鲜美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 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